10月21日,李亚鹏在微博晒出李嫣和闺蜜们,在拍摄短片的现场照,并罚文称,嫣儿和闺蜜们在拿手机拍他们字编字到字眼,的短片,我申请,扮演路人甲牵着巴工从镜头前划过,被他们拒绝了,一个下岗演员内心的苦情了解一下。 从文字中不难看出一个老父亲被自己女儿拒绝后的那种悲伤,而照片中的李嫣则是和闺蜜们很愉快的拍摄着短片,狗狗发工又正好体现了他落寞的那种身态。 看到这一幕,网友们都纷纷表示,感受到了一位老父亲的内心独白,真是可怜,我低歌。 当然网友们也不忘记安慰李亚鹏,你是永远陪着他的老爸,还不忘记他让女儿了解一下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。 还有网友调侃道,嫣儿干得漂亮,嫣儿嫌弃老父亲,画面十分的有趣。 众所周知,李亚鹏在2014年,无限期的退出娱乐圈,再也没有见过任何影视作品。 只是偶尔在综艺节目中亮相,他曾在综艺节目中讲述过自己不适合当演员,当初是命运的安排,让自己成为了演员。 其实内心知道自己不适合做演员,而且现在李亚鹏的公司做着自己喜欢的文化产业相关的工作,而这是他最想要的,所以他不会选择付出。 李亚鹏现在多数的时候,都是在陪伴女儿李英的成长,女儿现在是他的一切,也难怪在李英拒绝后,这位老父亲会如此伤心。